復鼓為何要復鼓呢 就涉及通盛 一會兒我們完成一個特別版 在星期四上 希望有不聽到的年輕人 聽那個節目下個星期就用左耳聽 那個男性 女性用右耳聽 最特別是讓小朋友聽一次 聽完之後 如果他介紹小朋友會背那個真廣言文 就有獎 為何要背這段呢 舉一個例子 幾萬年的地球人 到現在你都要喝水 不喝水會死的 不一定要喝咖啡 不一定要喝檸檬茶 總之你需要你就喝水 水沒有變的 一樣要吃大麥小麥 倒米 又會沒有變的 好了 等於再反過來來說 生活的保持你身體的元素 你的需要沒有變的 心靈上呢 其實都沒有變的 你都是要跟人相處的 要講人性的溝通的 不過大家人性溝通到現在在教育是不夠用的 沒有人教育是不夠用的 沒有人教育 我們通信俠合中的那個真廣言文 是累積了很多朝代有經驗的聖節 那些節人在世俗之間集齊了一些俗語 很通俗的積累了 在明朝萬曆年就結集了出來的真廣言文 就放了在一本通信裏面的 即是知人知己不知心 知人口面不知心的類似 那些東西 它整套真廣言文是法家的精神 即是你面對人世間是用性惡論去駐這個文章的 就不是性善論的 因為你要懂得保護自己 而且你遇到很多衝擊 或者你記得幾句你遇到任何問題會叮一聲彈出來 那你有一個緣衝的作用的 那個是很珍貴的 即是說無論你的科技如何發展 或者你的物質世界如何豐富 但你走出社會你都要面對那個人來的 人有善惡的 那這些哲學家留下的根據 你應該要懂的 我們十一五歲是會背的 所以老實世界就是聖默點 是不是 又不會那麼容易生氣 說虎話皮藍畫骨 知人口面不知心 這些是怎樣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懂這套東西 你就讀番書一就死得 所以其實他叫那些年輕人四五歲 給那個履歷去入學校就是旺居的 他應該叫七歲會背真廣言文 千字文背堂師三百首 會寫書法 七歲會背堂師三百首很厲害的 挺傻的 我祖師七歲的 背了四書五經 學那些靈體呀 你傻傻的 是嗎 我們十一二歲式背真廣言文文 跟著在社會融會貫通 那你就起碼碰碰地 對不對